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从怀柔出发 就按照大家的要求 就是说我一会从怀柔上高速 中间呢我会多绕出一段 然后摆卡砂了 我在出高速的时候 我在摆卡叉上 还有同样的入口 同样的出口 看我们的价格上也没有变化 是不是也是19块7 好 现在这个前书呢 就是我们起点的前书 再看一下 171块05分 怀柔的收费站上高速 上高速之后 过了这个EDC这个口之后呢 我们就把卡拔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卡拔下来 把里面的卡拔下来 可以看到这种标语 不定的标圈了 不让实物也自己抽到 然后现在是在无卡状态 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 这个扣非的龙门价 前方北六环的路标 好 本来呢我们应该是执行 现在呢我们测试一下啊 我们去高速绕一圈 绕一圈呢 会看到我们是否有这个 机会上的增加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 只要你不出你的收费站 不出你的收费站 只要在高速上里面上 它都是你按两个站之间 最短的距离进行计算的 现在我们带着无标签的情况下 就无这个我们插卡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上 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右转啊 我们去兜一大圈去 你说我是不是闲的 我们大概绕了50公里之后呢 我们又回到了京城高速啊 站大还有个五六公里 我们把卡插上 之间呢可能会经过一两个龙门啊 我们现在把卡插上 它显示还是刚才那个余额啊 一百几十一块零五 这里有很多条ETC的车道 我们走最右侧的那条了 你看到我们右侧这边呢 都是没有办理ETC的 对很多车都从里面扎着堵着 我们现在经过ETC 看一下我们的口感情况 没有显示 好 我们是通过了 但这边没有任何的显示 现在我们是最关心的啊 看现在余额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是 看不清 163块4毛5 163块4毛5 同志们 那么问题出现了 163块4毛5 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测试结果啊 我们进入收费站的时候呢 除非卡里面是一百七十一块零五分 那么进了之后呢 我们白卡拔掉了 绕了一大圈 又回来之后 我们插上这个卡啊 走了两个龙门 大概是走了一个收费站 然后卡的余额额是163块4毛5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我们只花了七块六 那么大家真的以为我们只花了七块六毛钱吗 燃病卵 它这种永远是买的没有卖的精 那么你去登录我们ETC的官网和ETC的APP 以便呢 会提示到你从2020年的1月1号之后 特别是储值卡 那么你过这个龙门价 然后它会有这种扣费失败的 可能比如说我们白卡拔了 比如说我标签坏了 那么呢 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它会系统呢会检测到你的车牌照 去抓到你车牌照 重新给你寄费 给你一套新的寄费 会给你一套亲的一个寄费的结果 那么那才是真正的实际的钱数 那么这个账单呢 过几天之后呢 会在你的APP里面就可以去查了 如果说你钱也被扣多了 但是你这个标签里面 显示还是沦陷的金额 还是现在的我的160块钱金额 假如说我们花了200块钱的过路费 那么这个还是160的金额 我们下游进高速 我们就进不去了 我们要摆钱在同一款的通商 大家明白了吗 请记得出eni的观看